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来宾 现场以及我们台东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欢迎 欢迎 然后也非常感谢两地的专家学者热情的参与 我是台湾方的主持人黄慧珍 欢迎 好 那两岸的我们的台湾的土瓜们 以及我们现场的各位领导 上午好 首先我们要介绍台湾有稻米之父的 江瑞拱博士 欢迎博士到现场 接着是台湾米国学校的校长 彭衍芳校长 欢迎您 接着是观山农会总干事 邱美玲女士 欢迎您 接着下来是我们台东的议员 陈宏忠先生 他请了他的助理 黄小姐对不起 对 那接着下来我想 议员他因为不客前来 所以他也录了一段视频 祝贺大会圆满成功 很高兴今天在台湾的台东 可以参与金秋轮道 一脉乡城整个活动 也很高兴能够两岸有这种交流 因为这个米食啊 是我们中国人最重要的一部分 今天我就代表我们这个台东 这个稻米这个传承 这里的稻米非常漂亮 品质也非常好 两岸有一脉相成 把今天这个活动跟对岸 跟我们台湾这一边 大家都有这种沟通这种交流 我是希望说以后会经常能够举办 我是在这里也非常诚恳邀请 我们内地的所有好朋友来到台东 来看看这边的稻米 跟那边的稻米互相的比较 互相的大家来研讨一下 最后预祝本次的活动 能够圆满成功 谢谢 接下来就请我们长台两地的 各位领导和嘉宾 针对两地稻作文化 与农耕文化的历史渊源 稻作祭祀文化中的神明崇拜等方面 进行深入的探讨 就想请教一下 美国学校那边针对于十二十四节气 或者四季有哪些沿选的课程 我们可以一起向您学习一下 不敢不敢 看到你们的这个视频的介绍 非常羡慕你们那个环境做得这么棒 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去参观 所以我们这边美国学校也有所谓的 主修课程跟选修的课程 包括了很多体验的活动 那事实上我们现在想要做的是 把这些米食文化重新的融入到我们家庭的生活 因为我们发现要把这个米的市场找回来 不光只是到市场去行销 更重要的是教育 所以我们期待透过很多的体验活动 那台湾目前也都在推一个叫食农教育 就是食物跟农业要怎么连结起来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体验 包括了收割的体验啊 农事的体验以外 更重要的我们在推一个食农教育 从泥巴到嘴巴 让他们去了解食物在稻田里面 在土壤里面生长的过程 一直到小朋友能够自己煮出来 放到嘴里去吃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美国学校一直以来 是着重在生活的教育 着重在这个食物跟生活的连结 稻米跟生活的连结这个部分 那也希望这个馆长有时间 能够亲自来这边帮我们指导一下 谢谢 我想请教就是张牧师 因为在台湾 这个到农的这个经典细做这种方式 它能不能够保进农民的这个修益 也就是说农民的修益成活 所以我们台湾的话呢都是监业人比较多 有土地的人不见得他两个骑坐都在田里面工作 他就由去找另外的第二份工作当主要收入 然后把重稻子呢当成他的补业 所以就变成很轻松 那么因为台湾现在很多的从整地啦 插秧啦 这一些还有找人来做病虫害防治工作呢 都有人在带工在做 所以呢就是本身只要一通电话去做好联络 真正一点的话你就要田里去看一看你的稻子 这个时候需要施肥要杀杀肥料 需要灌水不能够缺水你就注意它的灌溉排水管理 这样就够了就等着收成 收成的时候也不必自己挽手腰呢 多联络这个割道机的这个业者呢 直接搬到米厂搬到工厂去年就等着拿起来 所以是这个是一种已经是台湾的农作物里面 它是一个算机械化跟代工最完整的一种产业 所以呢这些监业者呢就能够很好的来做这种工作 那然后专心的去赚另外一份的这个收入 了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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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没有这种工作呢 这是什么意思的吗 是什么意思的吗 是什么意思的吗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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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